徐菩提又问 什么是不退转菩萨的深奥处呢 不退转菩萨住在这样的深奥处 能够具足六度 三十七道片乃至一切种至 佛赞赞徐菩提善哉 你能够为不退转菩萨来请问深奥义 佛就说什么是深奥义呢 空无相无作 不生不灭离 还有真如法性实际乃至涅槃 这是深奥义 诸法实相是深奥了 涅槃是深奥 这里就问到 诸有法种种细分别 人不理解 所以觉得他有深 觉得他深 而空 他是无所有 有什么好深的呢 论主回答 是得到空故深 并不是只有口说空为深 不是只有口说明治 就说这个空很深 分别解诸有相 内不见有我 而外不见有决定的实法 就内不见有我 就是证得我空 外不见有任何一法 就是证得法空 是要得到我空法空 这样才是真正的空 这样的空才深 这是在解说空是深奥义 底下解释无相 得是空以后 观一切法相 皆是虚狂 有诸过罪 如果是在大毕菩萨论里面 谈无相三昧 主要是离十种相 男相 女相 还有色 生相畏处 还有生住面 离这十种相 得到空以后 知道一切法 相都是虚狂 所以不要执着 男相女相 生住面相等 而证得无相 接着解释无作 无作又翻成无怨 若灭诸相 你就不再执着男相 女相 生住面相等 也不会执着色生相畏处等 这些相 就不会执着了 更不作愿生三界 不希望再来三界轮回 所以无作 就是不照作三读 不愿生后有 这个叫无作 或者是无怨 这里所说 空生奥 是指得到空 并不是只有口说 得到空 正得我空 法空 所以言生 副次 空 亦附空 那就生 如果执着空 有过失 不明为生 连空也不执着 那才是生 如果空 从破邪见有 而出 它能够破邪见 那是为生 若于空中 亦不执着空 故 这样的空也是生 再来解释 无生 是生奥义 观五蕴生灭 破常颠倒 观必尽空 破生灭 会以故 空中无无常 无生灭故 真正的诸法实相的空 它不会执着常 无常 不会执着我 无我 它是离两边 无生灭有两种 一者 邪见人 误以为 世间是常有 没有生灭 这样的无生灭 其实是邪见 它认为是常 第二者 破生灭 方便假说 无生灭 它是为了破除生灭的执着 始终 破生灭的执着 也不执着 不生不灭 故名为生 这是无生 名为生奥义的意思 再解释 离 极灭是生奥义 离 是离欲 离染 极灭 极灭是 断除烦恼 得极灭内盘 因为烦恼很难断除 所以离欲故生 极灭故生 接着解释 如法性实际 是生奥义 错误 这比较容易 真实 要体悟真实 这个比较难 最究竟的诸法实相 如法性实际 这是最真实 这是生的 是生奥的 再来涅槃 涅槃是诸犯天等 九十六种外道 所不能及故生 涅槃背负甚深 再来涅槃中 一切得道人 一入涅槃 他不会再轮回了 入者永不付出 故生 这都是在说明 涅槃是生奥义 这都是在说明涅槃是生奥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